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6萬大獎 左手打開警笛 右手猛摧 油門警車加速右轉 往前衝 但追的可不是槍毒嫌犯 仔細看 他可是一匹白馬 未來擔心他會刻意横衝 直撞傷車或傷人 一開始還刻意保持距離 直路過人車都看傻了眼 紛紛走壁不敢靠近 不知道抓不抓住 這批到處亂竄的白馬警方 就要再附近卸護 民眾在新店安泰路 發現他的蹤跡 接著墜路往安康路三段跑 最後警方把他逼到 雙城路靠山邊的地方 逼近死巷 才成功安撫馬匹的情緒 由遠景慢慢靠近控制 大街上怎麼會出現馬匹 亂竄警方研判 應該是安泰路的馬場 圍離松脫讓他有機可乘 趕緊通知馬場主人前來處理 最後終於把他帶回馬場 追槍 追賭 有追過 最后人也有追過 倒是沒有追過馬了 也沒有這個經驗 到了現場 也只能以臨場的反應 使用機車 將慢慢的 將馬逼到 這個死巷的部分 馬路上真有馬 還得出動警網幫忙監控 就對平常狀況歹徒的玻璃 是大人來說 還真是難得經驗 這裡國庭 新美食報道 我會想要一bor 男朋友